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陕北人的年茶饭里面 必吃的一道菜 苏鸡 大家有没有吃过 早上买了五只老狗鸡 现在我们就开始炸 这苏鸡的话 一般有狗鸡也可以 土鸡也可以 或者是鸡腿 但是不介意有这个白条鸡啊 也就是老母鸡 老母鸡不容易炸爽 比较慢 人家都说这个鸡尾巴是不难吃的 我们就把它干掉 断成小块 稍微小一点啊 然后到水盆里面再让泡一泡吧 需要水往这个泡一下 我们再洗一洗啊 把这个鸡肉洗干净一点 然后呢 把水分给抠出来 抠干 我们把所有洗好的鸡块 然后放到框子里面 然后抠一抠水分 抠得干干的 我们就可以盐制了 我们来切点葱姜 然后盐肉用 好 好嘞 现在我们就能开始盐肉了 先把控好水分的鸡肉 这样放到一个大盆里面 给放葱姜 好多人放的时候 这时候也可以放葱姜水 葱姜水 来放上葱姜 这时候呢 我们来撒盐 盐的话 这叫重要 我们西北人吃的老三样调料 姜粉 也就是姜面 花椒粉 花椒粉稍微多一点 稍微带点麻 比较香啊 再来点八角粉 就是我们说的大灰面面啊 然后大家喜欢吃五香粉的时候 来点五香粉 这就是鸡精 鸡精很重要啊 那么我们还需要放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的话 它有个去啥的作用 重一点来来 倒上我们的红烧酱汁 少一点不要太多 然后呢 我们再来倒上 搜抽 搜抽可以给它提一个味儿 最后一步蚝油 不喜欢吃蚝油的不用放啊 这些调料全部下起来 我们开始拌鸡肉 先把调料拌起来 盐上一会儿 我们再来拌 淀粉和面粉啊 然后把调料把鸡肉盐上一会儿 我们开始往前去打鸡蛋 一般的话是一鸡肉打一个鸡蛋啊 先把鸡蛋给拌起来 一样一样拌 鸡蛋拌起来以后 我们再倒淀粉和那个面粉啊 然后我们来发淀粉 让两碗淀粉 两碗拌面 咱们拌着时候看情况啊 让我们的鸡肉拐上 糊糊就可以啊 因为有时候咱们的碗大小不是不一样 让我们的肉上面裹上这个面糊啊 就这样 我们就可以砸了啊 稍微再盐一会儿 盐上个十来份猪 入一下味儿 热了以后咱们就放进来给炸 把这个多炸一炸 表皮要炸得酥酥脆脆滑滑的啊 炸透了就可以了 可以出锅了 咱们在炸的时候啊 一块一块下不要着急 而且下进来的时候不要搅要不然会捏到一起啊 一块地细了咱们 嗯 再再开始搅 现在我们就往这去下 一次不要下的太多 现在我们的酥脆啊 现在我们的酥脆啊全部砸好了以后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就是直接把这动起来 下次吃的时候啊我们找个碗 放到碗里面折着吃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折好 折好了以后啊 下次吃的时候直接一热就可以吃了 我们今天要用碗来抓一部分 然后剩下一部分动起来 我们在折的过程中啊 有的朋友做的时候可能调一点糖 我的话喜欢盖折 盖折的话啥都不放 直接放进来 里面放上一点醋姜 放上两个盖辣椒 这啥都不用放来 好 来我们上锅蒸 好来 折上40分钟 折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肉 折一折就酥酥 软软的一口吃下去 很美味 朋友们 这个就是我们做酥脊的方法 在过年的时候 你们想吃酥脊的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点赞一下 记得收藏 照着这个方法做 一定会做的很好吃